MING PAO CANADA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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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點回来我们的《私联特工队》 刚才我们也有聊過这个问题 其實很多時候人未必會正正式式知道自己 是創傷會有一個病出來的 因為剛才Jewan說 比如你焦慮 不開心 不窮人講話 每個人都有機會發生 有時突然間某件事 公司突然間 裁員 老闆罵你 無端端你很不奮氣 突然間不奮氣之餘 很擔心 糟了 剛才那個態度 你不會被人解僱 然後很焦慮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難決定自己是否一個病態 但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會知道自己需要找治療 沒錯 等於有些人都知道 就說病情 譬如你肝臟有事 腸有事 心臟有事 初一些小問題你不會知道 你不會去看醫生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都蠻有趣 如果你剛剛聽心機的話 我們今天請到這位 體感創傷治療師 治療師Jewan來到 其實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初初你會想向這個方向發展 首先介紹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臨床社工 我在醫行工作了十幾年 因為在四、五年前 其實都做到很燃燃 因為其實醫行都很大壓力 很多時候輔導當中好像沒有什麼出路 好像輔導一些受過者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進展 機緣巧合 我是一個香港的朋友 介紹我讀這個課程 他說這個課程有個大師在美國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就上網去看 於是我就報讀了第一個課程 之後我就很… 有興趣 是迷想 迷想 很興趣 因為其實不僅幫到我自己的 輔導的受助者 也幫到我自己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 其實每個程度上 都有一些不同的程度創傷 例如說跌倒 小時候 失戀 是的 失戀 愛戀 盲戀 苦戀 或者可能有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其實有一些 很多時候我們的表徵 為何我們無端端有說話 為何我這麼生氣 有時候可能是源於你小時候 可能就是 例如說小時候 還有女性 很多時候是男輕女 可能到了大過的時候 當有一些類似的 不公平的現象 如果你當時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可能就會令到你突然間很生氣 就是種了一顆種子 在心裏面 怎樣說呢 其實很多人都說 小朋友的長大過程很重要 其實有些個別案件 譬如你剛才所說 譬如你交通事故 或者突然間被人搶劫那些 就是那些個案 就是另作別論 但是譬如說 陰影從小開始成長過程 我們中間很喜歡 譬如爸爸媽媽媽喜歡 不是說不是疼自己的子女 但有自己的出發點 是那種處理方式 未必一樣 所以有些小朋友看到 看到排斥為什麼這麼害怕 看到雞毛嫂就很害怕 因為為什麼 平時可能會發發發發發發發 這是後遺 是鬼混亂的 而且現在我經過年輕人 很多移民的年輕人 去了美國讀書 很多時候會有一些年輕人 被欺凌在學校中 在當中 當他們不懂得處理 的時候 很影響他們日後的情緒 通常會逃避 你不懂得怎麼處理的時候 會逃避 我想知道你上完這個課程三年 這個課程其實叫什麼課程 Somatic Experiencing Trauma Therapy 很難的 都是體感創傷治療 其實是什麼叫體感創傷 其實我想問你 你剛才說你去大師讀這個課程 之前你都是在這個方向裏 你讀什麼 我是讀社工 社工的 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 其實是 是否一定是社會工作 那方面才能夠做到這件事 假如我是計劃的 假如我突然間不想做這件事 可不可以從另一轉轉軚 去這個方向裏做 其實在這個課程裏 他修身的條件 其實他都是要你有輔導的經驗 即是在職 或者是你以前有做過 其實我也想說 其實在紐約 都會有三個大的專業 可以做輔導 一個就是 psychologist 心理學家 licensed clinical social work 就是我現在在做 licensed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或者是licensed marriage and family counselor 家庭 家庭 婚姻 婚姻 家庭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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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職業的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就是精神健康的輔導員 當中 其實如果地獎 再去進心 就可以讀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 讀大師這個課程 是否四年制 還是三年制 換句話說 要先做social worker 先有輔導的經驗 才可以再去進修其他不同的門 很多門 就是專業那邊的路向 是的 去到這個課程 至少有一些 最基本的輔導的知識 這樣就可以去讀 那我們再從簡單方面 給聽眾了解一下 譬如當你未知道 這個輔導過程 即是開始讀social worker 那時候 是否social worker 會讀什麼 其實social worker 本身都是有不同的層面 有一個MACO 一個大的層面去看 我們會讀的policy 政策 社會一些民生 政策轉變 如果我們是比較看大圍的社會 你也是有MICO 比較小一點 就是臨床 就是我自己的concentration 當時我是選mental health 即精神健康 你真的讀每一個精神病 那個病徵 吃什麼藥 怎樣去輔導 其實我覺得社會工作者很偉大的 我們叫做北斗星 沒錯 還有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你作為一個社會工作者 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裏面 假如自己的小朋友 想向這一方面發展的話 我覺得那些爸爸媽媽 通常不是很理解 通常都不會怎樣去支持 支持 因為說你去幫人家 自己都未能幫得到 你幫人家 還有沒有錢賺 沒有錢賺 為何要幫人家 為何不去做護計師 又做律師又做醫生 那些人有錢賺 而且一定要很有愛心 很有耐性 你拿了你自己工餘時間 可能都要去探訪 都要掛著他 還有社工 都不是九到五的standard工作 跟醫生一樣 有時可能有突發案 即是on call 或者你需要幫忙 等等的事件 還有我可能看電影 或者有時了解到 都很精神創傷 你有時去到一個case 這樣才算 你見到家庭 那些小朋友很慘 你會不會自己這樣 心裡說 對 我覺得做這一行的人 是要很硬正 不硬正的話 很容易被那些負能量 有時候影響到 所以剛才你不聽話 做人說 去讀一個課庭之外 之後都幫到他自己 是嗎 是 其實自己做一行 我覺得很重要 是那個self awareness 自我反省 其實很多時候 有時可能你做完之後 為何會經常想著 一個受助者 其實去到一個地方 未必是這麼健康的 其實對於自己 都要作出一些改變 例如怎樣可以 適合壓力 例如做運動 有一些社交生活 我自己本身有中間的信仰 其實這方面 對自己的幫助很大 讀書方面 讀了四年的social worker 應該是嗎 然後就要做很多 臨床的經驗 就是internship 所以很多人會有些誤會 社工就是等於義工 可能都不太知道 那個過程是否可以拿到 license 我可以講解一下 我們續完四年的課程 四年當中 我們要做十集 即去到不同的機構 做十集 之後 筆完業之後 我們要考一個試 如果你想去做臨床工作 你就要去一些機構 專門做心理輔導 你就在一個有督導員 supervisor督導三年 即我們每個星期 要見那個supervisor 以及一起談個案 怎樣去學 怎樣去做 之後三年後 你就可以考一個試 Kindical social work 臨床的試 當你可以去通國 你就可以拿到 license 七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多過 照他估計 應該是多過七年多的時間 有嗎 因為四年讀書 大學 讀書的時候 做intern 做intern 我想intern 都起碼兩年 要那麼久 但是四年裏面當中讀的 讀的 然後就可以考一個license 考一個license 就是master social work 然後起碼再做三年 讀三年 讀三年才拿到 Kindical social work 臨床那個 即是七年 七年之後 再要去一些機構裏面 去實習也好 去做也好 醫院或者什麼 我覺得 起碼七八九年 我覺得是 是嗎 但是那個 雖然時間長 但是我覺得 滿足感 還有那個 受惠是多長久 但一定要 人的性格 首先要開朗些 如果這個人本身很悲觀 你看到這麼多 人需要受輔導 那你就不開心 那我又想問你 譬如有時 你未必了解到自己 是嗎 當你想做這份工 是這麼heavy的時候 那你應徵 或者你去讀這一科的大師 會不會要求你 有什麼 覺得你不適合 原來這個人這麼補粗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補粗 假如 原來這個人這麼悲觀 那你又不知道自己悲觀 那會不會拒絕你 或者是不想你 是從這一方面發展的呢 我想其實你 當你讀一科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 Evaluation 是的 即我們都會有一些 Mentor 或者老師 以及實習 其實在實習過程 是很好的 實習過程 你就知道自己 是否懂得去做一項 是嗎 因為當中你做輔導 那時候你發覺 原來自己都不夠 承受到聽這麼多 這麼負面的一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知道你是不適合 我也有些朋友 去讀完之後 都沒有繼續做這項 不過在網上 有些朋友就問 想問Joanne 就說去哪裡 去讀這個社會員的課程 就需要什麼學歷 以及讀多久 剛才說了 什麼學歷 需要讀大學 其實不止四年 四年就是Bachelor degree Bachelor degree 還是四年 其實那四年你可以去讀psychology 或者social work 然後讀Master Master degree in social work 即是六年 六年 你說在哪裡讀呢 其實很多大學 大學都有 例如City College Hunter College NYU 很多大學 你可以去 基本課程 是的 其實你就是要 首先你要有個Degree 之後就去找一些 學校可以修理讀 Mask in social work 這個是不能網上讀的 是嗎 一定要回大學讀的 是的 不過現在我聽說 聽聞有一些 Online Mask in social work 即是碩士課程 但我個人來說 不是很贊同 我覺得這件事 應該要面對面 這個課程很難網上讀 我覺得很大壓力 你要聽多些 譬如Professor 或者他們說他們的臨床經驗 他們多些個案 即是我經常 可能這些 即是我的圖片 想著一個社工 通常那些case 都不是好的 譬如家庭暴力 或者小朋友在家裏 自殺 通常有些負能量 即是我經常都想著 如果那個負能量 是這麼強勁的話 自己不其然都會 即是不開心的 其實我們 我讀這個課程的時候 其實都很建議 Professor 建議我們自己找回輔導員 即是我自己也會有 當我讀這個創傷體感資料 它是規定的 你一定要有幾多個小時 去見這個 Somatic Experiencing Partitioner 即做見那個輔導員 有幾個小時 即是規定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自己 都不處理自己的問題 太多負能量 即是每個人都有一些 其實我是不是一定很樂觀 也不是 有時候我很多悲觀 但問題就是 要透過在督導員的 那個supervision 以及自己去做 去見這個輔導員 Therapist 以至到我都能夠 可以去清掉自己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壓力 我可以怎樣處理 其實我們定時定後 都要聽聽廣告 所以這個時候 都要聽廣告 先輔導一下 是